亲爱的朋友好 老陈今天看个亿万遗产继承案 我的房子 我的规则 我的咖啡 这是大作家的咖啡杯 大作家最擅长推理悬疑的作品 刚过完85岁的生日 第二天管家拿着咖啡 发现了大作家横死在阁楼的沙发上 警察初步认定是自杀 女主马她是大作家的专职护工 被警察召唤询问案情 私家侦探布探协助调查 布探是收到了匿名邀请 来调查大作家的死因 85岁的大作家生日那天 看起来很开心 布探发现了疑点 大女儿自力更生 老公理查德在老婆公司上班吃软饭 老公理查德出轨了 大作家发誓寄信给大女儿 小儿子沃特负责父亲作品的出版公司 要求父亲出售版权给网飞 大作家斥责沃特不会自力更生 没有自己的事业 一怒之下 自己解雇了沃特 乔尼是大作家的二儿媳 老公已经去世 有女儿小梅在读大学 小梅每年的学费都是大作家支付的 乔尼在骗双份的女儿学费 大作家大笔一回 这是最后一笔钱 以后不资助了 孙子兰森和大作家单独在房间大吵了几句 兰森气愤的离开了生日party 女主有一撒谎 就呕吐的生理反应 布探通过女主确认了以上一点 女主离开的时间是十二点 凌晨三点有狗叫声 推测死亡时间大概是十二点十五分到凌晨三点 女主开始回忆 当然没有和铺探说真话 大作家过完生日一定要下棋 输了才接受注射 女主下棋轻松赢了 大作家就耍赖拴了棋盘 女主给大作家注射药物 大作家很开心 四个孩子的经济来源全给切断 让他们自力更生 大作家觉得孙子兰森被宠坏了 天天游戏人生 说不定哪天蓝森都认不出道具和匕首的区别 大作家看破生死 一刀将匕首插在桌上 女主要给大作家注射三毫克马飞 发现拿错瓶子 刚才注射了一百毫克的马飞 正常人只能注射三毫克 一百毫克五分钟内有反应 十分钟会死亡 女主马上翻包里的纳洛铜来解马飞 可是配套的纳洛铜不见了 女主想要叫救护车 大作家按掉了电话 救护车也要十五分钟才能到 大作家要求女主按她说的做 毕竟女主母亲移民还没拿到证件 乔尼听到动静上来 大作家把她忽悠回去了 女主听从了大作家的安排 女主下楼声音特别大 大声道别 Bot一看时间刚好十二点 女主开车出大门 B开了监控 十向前停下 然后停车 女主步行侧路回到了房子 狗狗都认识女主没有发出叫声 女主爬墙外的花架 女主上去的时候踩断了一根花架 让女主穿上大作家的睡袍和帽子下楼 Watt以为是爸爸 让爸爸快回去睡觉 这样就避免了女主的嫌疑 女主告别大作家 亲眼目睹了大作家自吻而死 女主没有注意到自己鞋上的一滴血 然后女主原路返回 却被奶奶看到了 奶奶老眼婚话说 蓝森又回来了 大作家告诉女主 只要按照事实描述跳过中间的事情 你就不会马上呕吐 女主向布探说了那些片段 随后假装上厕所 骑时去呕吐 布探发现狗狗咬来的花架板 发现了这条通往三楼的密道 地上还有泥土的痕迹 这可是新的线索 宣读遗嘱 大作家指定女主骂她为继承人 别墅 版权 以及外面的房产 屋子里一切都属于马她 整个家族的人气晕了 只有蓝森哈哈大笑 幸灾乐祸 所有人大骂女主见人 是不是色诱大作家 骂女主肮脏的移民 女主的车发动不了 蓝森让女主上车 二人扬长而去 整个家族争执后达成一致 让女主放弃继承权 蓝森愿意提供帮助 希望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 女主将真实的经历告诉了蓝森 蓝森想起爷爷的话 女主的围棋比蓝森厉害多了 蓝森以分遗产为条件 帮女主洗脱嫌疑 蓝森访问了老奶奶 发现蓝森回来过 女主收到了一封信 法医鉴定的半张复印件 写着知道是你做的 女主和蓝森丧量 蓝森要求女主拿到复印件 销毁她 随后当地的鉴定实验室 发生了火灾 没有人员伤亡 资料全毁 女主收到一条陌生短信 上面有时间地点 蓝森出现 带走了蓝森 因为蓝森爬花架被布探证实了 布探总觉得案子一环扣一环 缺少了一个最重要的环节 女主借口要去取个东西 根据短信来到指定地点 女主发现是管家 管家被注射了马飞 临死说东西藏起来 You did this 你做的 女主吓了一跳 心中的善良 让女主呼叫了救护车 并做急救 女主坦白了一切 来到大作家家里 女主找到了管家藏的血液鉴定报告 交给了布探 布探大骂 你们一点都不善良 这些财产就是女主的 该案就是自杀 布探告诉女主 这案子有漏洞 这是个局中局 蓝森被带了回来 布探推测那天 蓝森早就知道遗嘱的内容 而蓝森以及家族的人 一分拿不到 随后蓝森出去心生一计 偷偷地翻进庄园 从花架爬上去 蓝森调爆了女主的药 又拿走了救命的纳洛图 这样女主成为凶手 遗嘱失效 而女主很专业 看药物粘稠就可以分辨药物 所以女主注射药物没有出错 大作家的血液鉴定报告 也没有发现马飞 女主的善良 导致了大作家自杀 而真相不止如此 蓝森曾爬下花架 被老奶奶看到 女主爬下花架 老奶奶所以说蓝森你又来了 晚上蓝森想取回 调换药的罪证 结果被狗狗拦住了 吵醒了家里人 所以不成功 第二天警察公布是自杀 蓝森匿名信 请布探来调查此案 屋子被封后 蓝森没有去参加葬礼 蓝森溜进房子 被管家发现在换药瓶 管家有个表妹在鉴定所 拿到鉴定书 邮寄给蓝森勒索 蓝森一看鉴定书 就知道女主没有犯罪 所以心声一记 让女主掉进圈套 烧了鉴定所 邮寄信给女主 而蓝森杀掉了管家 让女主赴约 蓝森报警 女主成为了大作家 和管家的凶手 哪知道女主很善良的 呼叫了救护车 女主接到电话 管家还活着 蓝森怒了 承认杀了管家 没死能告个屁罪 俺有律师 女主突然呕吐了 吐了蓝森一脸 这是谎言的反应 实际上管家死在医院 警察录下了蓝森的话 气得蓝森拔出了后面的刀子 一刀扑杀了女主 郑中女主胸口 可惜女主丝毫无损 那是个玩具 大作家自杀前就说 蓝森这个孙子 哪天分不清道具和匕首 蓝森被抓走了 大女儿发现了爸爸的信 你老公出轨了 步探最后告诉女主 你鞋上的血迹 就知道你是破案的关键 女主能营不是大作家安排得好 而是女主善良专业 女主拿着杯子 看着大作家的肖像 我的房子 我的规则 我的咖啡 女主站在屋子的阳台 看着这个家族的人 真是讽刺 所以大家一定要专业 有头脑 否则就被人坑了 这是个拼脑的时代 感谢收看 欢迎评论 订阅 减赞 谢谢 谢谢